《男主角》 現在在我身邊就是飾演男主角媽媽的李豐姐姐 我們先跟她聊幾句 李豐姐姐 這次聽說是你第一次參與同志電影的演出 其實是怎樣參加這部電影的呢 我不單止是第一次演這類電影 我還是第一次看這類電影 所以我看的時候是有多少震撼那兩個字的感覺 我雖然因為我對這方面認識不多 我一向的觀念就是 我會有做媽媽或者媽媽的心態 但是我就覺得我對這方面 我是不會未必接受 但是我絕對不會歧視 但是也不等於說我抗拒與不抗拒 接受與不接受 就是我要用一個宏觀的眼界所謂去看這東西 那最令我接受到的就是一個愛一個字 那就已經可以夠了 其實男女都是沒有分界限 即宗教啊 什麼是跨越宗教 跨越聖別 跨越所有的東西 只要你之間傳有這一個字 這四個英文字母 我就覺得是OK的 那參與了這套電影之後呢 會不會你之前的看法紅之後呢 的感想已經是有不同的呢 會的 就是起碼給我認識多一點 還有 雖然我都是一把年紀了 但是我都是要 一路一路去知道多一點東西 還有要怎樣去對待我身邊的朋友 或者有些我知與不知都好 的朋友 他們視與否都好 不應該用一些歧視或者是 最重要的是我認識到一班 他們真的很有愛心 很關心 例如紅絲帶啊 這方面啊 即是怎樣去關注這一班人 因為人類是平等的 他如果有任何不幸的時間呢 你私與援手或者私與關懷 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力了 那如果將來再有這一類型的電影 那你會不會都會繼續參與這一類型的電影演出呢 我們做演員就每個人都有底線 但是我覺得我這些我覺得OK 沒有問題 沒有超越到我的底線 那我們期待更加多的利豐姐姐演出 多謝你